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最近人民幣跌破七旋,美國隨即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究竟甚麼是匯率操縱國? 美國又會採取甚麼行動去制裁匯率操縱國? 美國財政部要將一個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 需要符合三個準則 第一,對美國造成超過2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第二,經常漲盈餘要超過GDP的3% 第三,單方面持續干預外匯市場 即是在過去一年內,外幣正購買量達到GDP的2%以上 目前中國只是符合第一項條件 第二和第三項條件其實是未符合的 被列為匯率操縱國的國家,即時影響不會太大 因為被指控的國家會有一年觀察期 如果一年後,美國認為匯率操縱的情況未有改善 才會對操縱匯率的國家施加關稅等的懲罰 事實上,新萬雲元的研究發現 被美國點名為操縱匯率的國家 對出口的負面影響,一年後才會浮現 好像中國在1994年被評為匯率操縱國後 出口增長由1994年的32,下滑至1995年的23 南韓在80年代尾都被指責為匯率操縱國 當地出口亦由1988年底的增長三成一 惡化至1990年初的負增長一成 總結而言,被美國點名為匯率操縱國的國家 雖然未有即時的負面影響 但不能忽視一年後的出口壓力 溢水 在1994年後的單純